这里是SL Software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Event Plug-in 这个Plug-in是可以让我们记录我们跟客户的Appointment 或者是我们有任何的Meeting 我们都可以Record在我们的System 然后这个System就会Remind我们 首先我们可以去到Event 然后这个Calendar Type Maintenance 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开不同的Calendar Type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那个颜色 把这个Calendar Type选颜色 选了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去Event Entry 我们可以在Event Entry这边 开不同的Appointment 或者是有任何的Schedule 我们都可以Create 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Appointment 我随便开一个Appointment 然后这个Calendar我就放我的名字 这个如果你要换颜色也可以每次换的 这边你就可以放Appointment的日期 几点到几点 所以如果你们要Set Reminder 就是System Pop出来提醒你 你这边可以Set一个Reminder 所以你可以Set一个小时 一分钟 一天 或者一个星期 这个就是Reminder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选顾客 比如说我们跟哪一个顾客 有Make Appointment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 选了 我们这边就可以Key Remark 然后我们就可以Save 起来 如果我们Save 了 如果我们按View 它这边会有一个Send 所以你可以Send这个Appointment给你的客户 用来提醒他们 然后我们这个Appointment 如果你要 比如说你是做美容院 你有Record 几时几时 所以这个Palender这边 我们该是Palender这边 那是我们可以 看比如说我们今天Make App Comment 它这边就会有一个Record 如果只是供我罢了 平常人就不会出现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